早晨早晨 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新一節師兄陳述 今次就放一些陰牌在這裏 因為有些網友問 我見到有些問題都頗雷同 List了一些出來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些人請泰國佛牌 請了一定的時間 那些正牌之後 慢慢步入就會很有興趣 對一些陰牌的工程 或者想接觸一下 但很多時候在接觸陰牌的階段裏面 我就不擺到那些超級多 極誇張的陰牌 純粹想講一些其實接觸陰牌 我見到經常會看到的問題 想跟大家講一下 那些網友如果純粹接觸陰牌 都不用說真的 那麼騰雞 或者叫做 不用那麼 好像 那些心 好像是有很多問題 那樣 那常見的問題 就是陰牌 其實裡面 就有分 入法 和入靈 兩種 最基本 因為你陰牌 其實你用陰料 已經叫做陰牌 那用陰料的陰牌 那裡面 細分 應該會有分 入法和入靈 那好像檯面這個 那樣 顧白龐舌開綱的這對 顧勝利 其實它就純粹 這種叫做入法 不入靈的 性物 那它都屬於陰牌 因為它裡面 其實藏了骨灰 那但是 就是 在這些位置 兩邊都有的 那它一對 顧勝利這樣 那它是 拿來招人員 啊 那些這樣 那而這種 入法不入靈的呢 其實就可供奉 可不供奉 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呢 其實它本身純粹 就是入一套法門 就叫做 拿來幫助善信 它就不是說 打算入一套法門進來 就要 受香火 那樣 所以就 其實就不需要 特意去供奉 那而另外呢 就剛才所說 入了法 另外有些就叫入靈 那入靈 通常都有入法的 就是入了靈 不會沒有法在裡面 那起碼都有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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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靈的法門 那好像 傳統的古曼童 一些 呂靈的牌 或者 柏鷹這些 其實都是屬於 可以叫做 入靈 入法入靈的 兩種都有的 那所以呢 如果 對於 一般的網友 接觸 叫做 陰法或者陰牌 聖物的 時候 就會很多時候 會 很 考究這件事 到底 我那塊牌有沒有靈 到底我這塊牌是有靈 我又要怎樣 等等 那些 所以呢 大家首先要 進入陰牌的領域 第一個問題 就要知道 有分入法入靈 獨立分開的 不一定 不一定入法 就一定會有靈 那種 那 而呢 有些網友會問 那我怎知道 那塊陰牌有沒有靈 等等 因為 其實陰牌的造工 實在太廣泛了 就好像這些 他挑 這個呢 手挑 我見到他四尊都不同 那所以呢 他這些 其實那個師傅 挑工裡面 怎樣做呢 那 很難說 他是有沒有靈的 這個就真的要靠你 信那個商戶 或者是請一些比較出名一些的阿讚 龍坡都會有的 那 請他那時候就知道他究竟是有沒有入到靈 如果他那間店鋪跟你說有 那你就當有的了 你都沒有辦法去肯定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看到 如果你看到 基本上你就不會問這個問題 如果你看到你有陰陽眼的 那其實你一眼都知道那件東西有沒有靈在樹 那所以呢 這個就真的要店鋪跟你說 或者店鋪向那個和尚手上 或者向那個阿讚手上 啊 才會知道 所以這個就 真的要信商戶了 這個就 所以如果純粹網上面去找呢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好 因為 首先陰牌呢 剛才所說的 他做工呢 比較是 不 即是怎樣說呢 參差的 那如果你純粹上網呢 你不是很熟悉 也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來的 賣給你呢 那基本上 首先是真還是假 你都不確定 所以我就不太建議 如果不熟悉的朋友 就更加不好 那好啦 那接著會有些人問呢 就是 陰牌是否一定要供奉 那好像剛才所說 因為他入法的話呢 這些可以不用供奉 有些叫做 有些燕庫啊 那些馬食倫啊 那些那些那些 其實那些都是屬於陰牌來的 那其實那些都不用供奉 那 但如果你說 好像柏鵬啊 顧猛啊 那 或者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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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男靈女靈呢 那基本上他都說有靈的話呢 你都要供奉的啦 就沒有可能說偷雞不供奉 就這樣帶了就算 那樣 那是不是要日日供奉呢 那其實是需要日日供奉的 那請一個陰牌 其實就等同於 那些都是請了個神像回家 你不要將鬼和神分開先 就是鬼和神呢 都是一樣 我師兄神術經常都說 神鬼不分家的 只有佛是不同的 你將佛 在佛教裡放到最高之後呢 神和鬼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大家的力量級數有別啦 所以就 那個叫神 這個叫鬼 那其實他都是屬於沒有了驅學 他有神通力 那樣的一種 那樣的力量啦 或者一樣東西啦 那所以呢 其實基本上是需要供奉 而且是需要日日供奉 就不要說 想著是不是一個禮拜供一次 那其實你供奉呢 你可以一個禮拜換東西 就大換一次 就是可能你說我換水果 換那些這樣的 糖果啊 就是甜品東西啊 餅乾啊 那些可以一次過換一鍋 那但是每一天 裝香啊 或者換清水啊 換一些甜品 那些水啊 甜 紅糖水 綠糖水啊 那些呢其實需要日日換 所以你就不用買回來呢 就是整盒鮮奶 倒放在那裡整盒 整盒這樣 如果夏天這樣 兩天就臭了 那其實需要呢 你就用一個小杯 就倒進去 他如果要供奶的 那你不是每天倒杯奶 沒有多久 不用整盒奶 放在那裡 那就變了是 有點不化算 還有都幾浪費 那所以呢 那些呢 天天天要供奉的了 請得陰牌你預算要供奉 如果商家跟你說不用供奉那些 那一不就沒有靈 如果有靈的話 就絕對要供奉 沒有可能不用供奉 除非他另外有一種東西 是不需要你 不是你用這些東西供奉 那些人不牽涉了 不說著那些 另外一個層面上 就不是純粹鬼那麼簡單的東西來的 那遲些有機會再說 那啊 跟著我就有個網友問我了 他說 例如古曼啊 或者供奉陰呢 裝香啊 裝香呢 有什麼要求 那其實呢 在如果傳統啊 正 正統的佛教裡面呢 你供佛呢 你是可以裝一些 好像印度那些香 印度如果有網友問過 印度那些香是香水香來的 還有很強烈的香水味 那些花香很強烈的 那些不像是天然的香 那佛啊 菩薩都可以供一些香水香都可以 或者你可以供一些沒那麼貴的香都可以 那但是呢 供靈呢 或者供一些基本上 鬼啊 神啊 四面神啊 呃 呃 象神啊 那些這樣呢 最好就盡量用回一些 是傳統一些的檀香 正統的檀香 尋香 或者是一些 呃 總之是一些柏香 總之是一些天然的 不要有一些人工香料做下去的香 那原意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有次 有一位師傅講的 因為呢 其實佛呢 就因為已經是不在六道裡面 他放下貪真痴 離開六道 那菩薩呢 更加 也都是 因為菩薩要化 即是普道眾生 那但是呢 一般的神鬼呢 其實他還有貪念在受的 即是還有個貪 無論你阿修羅道 天人道 天道啊 或者這些 鬼道的眾生 其實他有個貪念在那裡 貪真痴裡面 他們都有的 那所以如果你供一些香水香給他呢 其實是會引發他那個貪念更加厲害 因為香 香味是一種貪念來的 會令到他有一種 流暖的情況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 供香的要求上呢 最好就是供一些檀香 那如果你說好像泰國人呢 其實他供香的時候 其實他又沒有什麼要求 老實講 因為如果正統的泰國南傳佛教 本身都不用裝香 就是供鬼才裝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 裝香上就自己去考究一下 買回一些正式一些的檀香 就不要買那些什麼 什麼玫瑰花 茉莉花味的香啊 或者那些黑香呢 黑香其實都是香水香來的 盡量就少了 那而供鬼呢 拜鬼本身應該是拜五支的 即是如果傳統泰國那些阿讚都是拜五支香 拜五支 除非你那個阿讚有特殊的要求 你要供再多些 或者再刁鑽一點的數字 這樣就另計 那我們一般拜鬼就拜五支香 這樣就請鬼 這樣 那其實所以呢 有時候 道教都有些都是 裝三支 五支 七支 九支 這樣看那個需要 那而呢 在那個家裡 有些網友家裡 本身有這個神壇或者其他 那供叫做這些這樣的音牌呢 有靈那些計 現在說的 有靈那些呢 那需要供的高低是怎樣呢 那當然一般 我想網友不講都知道了 那當然要供給神像低啦 那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高低到貼地 或者是低過腰 或者是彈要多低呢 那其實呢 那理論上呢 如果是純粹真是鬼靈的東西呢 他的力量來得都是在地上上來的 那因為他鬼的嘛 他的力本身就是在地上來的 那所以有很多人供這些音牌 通常就是貼地供的 就算古曼呢 以前我聽過有個師兄說呢 他在家裡他的壇都是放在地上的 收起來 不要光的 即是不要著燈啊 給他不喜歡的 那些鬼靈的東西 不喜歡有些光猛的那樣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供陰壇呢 通常就供在低一點啦 不會說供到腰的地方的 供在地下咯 那但是如果你說家裡沒有辦法咯 都沒有那麼多地下 大哥你貼地 很難去叫做莊香或者性供奉呢 那叫做低過神壇 最低消費都不可以高 不可以跟神壇平起平坐 因為主壇應該是高的嘛 那所以呢 那這個高低我相信 有些網友自己都知道了 最主要是貼不貼地的問題 就像我們中國傳統的地主貼地 因為地主本身都是家裡的 如果兩種 其實地主有很多種東西 有些叫做家裡的家軌啦 那你只不過切個位給他 所以就貼地了 所以供陰就貼地放啦 最好就是盡量的 那跟著呢 就有個問題呢 就是也都會有人問的了 因為見有人會把音牌戴上身的 那其實音牌呢 如果你說傳統正常 好像... 這個都戴啦 這些都不會 這些牌做了牌的呢 其實你戴上身呢 如果你說你戴腰啊 腰那些位呢 OK的 沒什麼所謂 你就用個袋裝住 那你說 哦不是啊 戴一塊可不可以戴上頸位 例如有些是音坤屏那些 有靈的音坤屏可不可以戴上頸 那咦 就看看你自己個人的磁場 夠不夠強 如果你的人本身的磁場 是虛虛的那些人呢 戴上頸的話呢 那可能那個音靈 那個... 那個... 級別上 好像跟你有那麼高低 那變了呢 就...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個人的運氣呢 老實說 你不要想請一塊音牌 他一定會幫你 這些是未必的 因為你請一塊音牌 他不一定幫你 他也不一定在這裏 這個你要清楚 因為那個阿站開光 他在那個阿站我彈出來的 他不一定是跟著你的 所以你戴身呢 其實就沒什麼意思 你供得去好把家 其實不用戴身的了 但是有些人的信念上 覺得我戴身好像 力量會強些 那就戴就戴腰咯 不要說將它戴在頸裡 就算你沒有佛牌也好 我都不建議將音牌戴上頸 除非你說真的不知道做什麼事 突然之間 為什麼要把牌戴上頸 我都想不明白 這個就盡量避免 而呢 先看看 有些人說 男性和女性請音牌 請音牌 男性請音牌 請回男靈 女性請女靈 這樣 還是調轉 這樣 那其實 無論你男請男 女請女 或者男請女 女請男 其實你尊重就可以了 即是你尊重陰牌 你男的請了個女靈 那你對著女靈也要尊重 你請了個男靈 男的請了個男靈 那你就叫做 可能叫臭味傷頭 因為男性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請的時候 最好你做的事 你自己也是對音牌有個尊重 你不是請音牌想著他鬼 就是代表他可以 即是 互作妄為 對著他做的事 有聽過很嚴重的 我聽過有個 曾經有一件事 就是個男人請了一塊女靈 回家之後 即是對著女靈牌做一些不好的事 然後他是搞到一身 很嚴重的 一身藝可以去到 所以盡量就避免 如果你說你是 我 我其實 我家 如果你說有些人 在家 結了婚的 有老婆 我不想請個男靈回家 那你就請個女靈 都沒什麼所謂 那你尊重的都不要緊 那 接著呢 哇 15分鐘 講 講 分開兩集 我下面還有五個五六個問題 那下一節再講 訂閱我師兄神術的頻道 這節當是音牌的第一集 那下一集繼續聊 那就是這樣 拜拜